最近比较流行的词叫资博敢烤铺,资博不烤,我们今天也来不敢烤 电动口热气 这专门烧菜又闻多 资博都是这样的烧菜生活方式啊 资博烤,我跟那个徐州烤烤 看路形式不同,一般时候烤铺的时候那种牛的烤 抽的一种烤 加油 吃饭 这才特别快,你点完啊 等大概也就是一分钟,烤到八星球就上了 哇,这一放 这会儿呢,为什么总想念天有个木盒子 撒点料 好,先烤个 饼五块钱,铜六块钱 来,吃吃面 吃吃梦 这肉块不算小啊 多少家 羊肉两菜五 五花肉一菜五 价格是直播价格 肉量也是直播肉量 哎呦开饭了走一个 先尝棉头 烟熏味就不用乐哥了 看一只烤肉肉是腌做的 一入口咬下去 先感受到的就是洋葱啊香菜啊 一些蔬菜香料的味道 肉有嫩度 香料没有把羊肉的香味给压 你嚼到后面 你感受到羊肉本身的香 五花肉原口 五花肉的颜料跟羊肉的不一样 多了一丢丢的酱香味 这就是烤得滋滋冒油 肥肉属于那种泡汁的 五花肉的肥肉没有那么的稀污 因为它脂肪呢 瘦肉板煸掉的味 还没有吸到 肉肉一咬下去 嫩度香气 加上炭火煸鸟味 我分不分 酱点来一下 这是鲜甜 吃酱 국菜 香 statistic 一瓢额 壳 馅 鱼 熊 吃酱 饭 凉酱 哇 虽然 哇 鹅 酸汁的味道 类似于那种撒料之后 酱啊 这种很负合很负合的香气 香味很香那种好发热 它肉的嫩刚好有饼的筋骨 有一个融合 加上肉里面的脂肪汁水 这个共有脂肪跟汤水 那就是完美的蛋白 完美的做法 这随便人一点啊 把这个价子一盘里面 做这儿就吃肉的那种爽 一会儿吃着玩着就感觉那种热情 黑椒油肉4块钱一串 黑椒味这个 它用的是小的黑椒热 就是黑椒油的 你能嚼到黑椒那种感觉 然后稍微一辣 然后黑椒的香 羊特色 牛肉羊肉骨肉 马骨一号先尝尝 这也算是山东特色 比过去吃的鱼馅 滋润度 有汁水 然后这个味儿腌制的 很像那个鱼馅的味儿 看似粉薄一层 有肉的 炒鲁大肠 刷延一会儿 配上青椒 炒鲁大肠 炒鲁大肠 就是一个香香口 很烂很烂 炒完煎下去之后 有葱有香料 苦香味 都是这个大肠的酱香味 这个辣椒不能够太老了 差不多有汁水的时候 你咬下去它就要脆了 最爱的大肠也吃了 都挺不错的 最好吃就好吃 谢谢大家